哈囉,大家好,我是Denty 我們今天就直接山上開場啦 我們在提拉夫的滑雪場 那今天...不對 應該說是昨天 昨天大概下了有 六七十公分的雪吧 然後就有點暴風雪的感覺 所以今天竟然 提拉夫的停車場是滿的 好誇張喔 可能全聚災的人都跑來滑雪了吧 那今天的雪真的很拋喔 今天就帶我的 我大概跟他有一整季沒有見面啦 我的小橘白 來 那我們等一下就... 哇,你看都沒有人 因為大家都擠在山上的 纜車了 那我們等一下就 先滑一下這車身 然後 我們再邊滑邊聊吧 出發了 好誇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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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底要滑Ski還是Snowball啊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已經算是一個 骨灰級的問題了啦 但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想要入門滑雪這個運動的人 一開始呢 還是會很糾結這個問題啦 所以這個影片 希望能夠幫大家解惑一下 我們今天就從三個面向 來討論分析 幫助大家解決這個選擇障礙症喔 好,到底是Ski好上手呢 還是Snowball好上手呢 相信喔 這一定是很多人在做選擇的時候 會直覺想到的第一個考量點 但是喔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反而有點複雜 因為喔 其實在學習的進程中 這兩種運動 它其實體現出來的難度喔 會跟著你的學習進程 有一點點的改變 我們今天喔 就只講個大致的概念 我先簡單喔 把這個學習進程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呢 就是從0開始 到能夠到 綠線 或者是初級雪道上正常的滑行 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從初級雪道 前進到能夠逛整個雪場 包含了 黑線 高級雪道 或者是一些 威壓雪的松雪道等等 那最後的階段呢 當然就是你能夠滑片各種地形啊 做出高級標準的動作 嗯 最後這個階段喔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Ski還是Snowball 都很難 所以 我們就不琢磨在最後這個階段了 我們就著重在討論 初學者會直接面臨到的第一階段 以及可能進階的第二階段吧 首先喔 第一階段 嗯 配合兩種板類的運動來說的話 Ski呢 大概就差不多是到所謂的八字轉彎滑行 也就是Wage Turn 那Snowball的話呢 你就是能夠順利的換刃 做出S型轉彎 在這個階段 我個人是覺得 Ski相對的 要簡單一些 原因的話 主要應該是因為Ski的站姿 與我們一般在走路 或者是跑步的時候 其實沒有太大的分別 就是面朝向你行進的方向嘛 那Snowball的話 如果你沒有玩過其他的板類運動 因為你必須要側站 而且要把頭轉過來面對三下 一開始這樣的姿勢可能會讓你有些變扭 更不要說你還要 然後 頭就這樣子歪著往三下衝下去 嗯 我覺得這個心理的畏懼感啊 正常來說會比Ski要大一些啦 而且 Snowball的下纜車喔 老實說 對新手來說 應該都會造成某種程度的陰影啦 嗯 所以我覺得 整體上手難度 在這個階段我覺得是稍微高一些的 那如果你不是只是想滑滑體驗一下 想要認真學好滑雪的 那第二階段的難度呢 你就一定要聽一下啦 因為Ski喔 你的動作 在這個階段 要開始從八字轉向平行滑行 雖然說八字是滑平行的一個基礎 但是因為你的動作會有一個 滿大幅度的調整 你的整體滑行的速度也會突然的加快 這個地方呢 就是Ski要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關卡啦 這個難度可以說是直線上升 其實有怎麼練都練不起來的人 也是所在多有 那反而Snowball在這個階段 因為一樣是繼續滑S-turn 遇到比較難的路線 我就落月飄或是波浪彎 這兩個大絕招來克服 相較於Ski來說 你要逛遍整個雪場 其實是容易了不少 所以喔 從前面的討論來看喔 我覺得要用上手難度來決定你要滑Ski 還是Snowball 我個人是認為比較適用於想要認真學好滑雪的人 如果你只是想要滑滑體驗一下 可能參考價值就稍微小一些 這個很重要 你的需求是什麼呢 對於初學者來說 如果你想要在一個難得的旅程中 快速的拍下帥帥或美美的照片 那相信我 拍照的話選Snowball就對了 因為喔 在這個初學階段 不管是站姿啊 坐姿啊 滑行姿 甚至是你摔倒的姿勢 我覺得 Snowball在正常人的拍照效果上 其實 是整整強過Ski一個檔次的喔 就算你練不起來 光是站在雪道上 穿著板站著 也可以拍出一些很不錯的照片 好那當然喔 其實 Ski也是可以拍得很帥的啦 但是 那個就是 比較後面的事情啦 以初學者來說 想要拍帥照 想要拍美照的話 我覺得還是選擇 Snowball對你會好一些 那如果 你的需求不是想要拍照 而是想要快一點體驗 什麼叫做滑雪滑行 又不想要摔得那麼慘 在雪裡面連滾帶爬 想要優雅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 欸 Ski喔 可能就是你的好選擇啦 前面也說到 在第一階段 Ski是相對學習容易一些 也比較不會發生各種 花式摔跤啊 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整個初學體驗會比 Snowball要好一點 正常人大概只要 一至兩個小時的一個課程 應該就可以在有教練的代理下 正常的上下纜車 在初級雪道上面滑起來囉 而這個時候 Snowball可能還在各種 前摔後摔朝電摔之間 來找尋他的肌肉記憶啊 裝備購買 這個我也覺得是超重要的 大家其實撐過初學的這個階段 你開始體會滑雪的樂趣 甚至是愛上滑雪之後 基本上我覺得 只要是人 你應該都會想要自己的裝備啦 而不想再租那個雪場的 有點臭臭的裝備 那在購置裝備方面喔 Ski喔 在這邊 絕對是海放Snowball好幾條街啊 我是所在價位方面 沒錯 其實不含雪衣褲以及配件的情況下 Ski的裝備呢 是由Pole Boot跟Ski三件套去組成的 那Snowball呢 則是只有Boot跟Board 就是兩件套 所以Ski基本上就是比Snowball 多出一件要買的東西 而且Pole這個東西喔 如果你有稍微追求一點品質 或者是帥度的話喔 我跟你講那個價位喔 真的是會讓你有一種 這東西不就兩根桿子 到底是在跪殺XXX的這種感覺 另外喔 在同等級的裝備下 Ski的Boot它的價位 也是硬生生的 要比SnowballBoot要跪上個一截啊 所以跟大家說 Ski這個東西真的是超級燒錢 由Ski入門的我 真的是表示各種難過 錢就是各種噴 不堪回收啊 如果你家中喔 有金錢控管嚴格 對於滑雪裝備 預算有限的一個情況之下 欸 我個人認為喔 你可能從Snowball入門 比較不會這麼燒錢啊 那當然這都是以 初中級的裝備來考量喔 如果 你 入門之後 Snowball又想要買一套 哇高階裝備 那我跟你講 Snowball裝備喔 其實也是可以燒到天邊去的喔 總結來說 滑雪這個東西 就是貴 所以 這個要 在銀彈方面喔 可是要做好心理準備的喔 好啦 看完今天的影片喔 大家對於挑選Ski或Snowball 作為你入門滑雪的夥伴 是不是已經有了個譜呢 那如果你還在猶豫不決 也歡迎提出你的疑問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喔 我也會盡力的 在我所知的範圍內幫你解答 嗯 不管是Ski還是Snowball 你只要先學會了其中一樣 另外一樣喔 學起來的那個速度 絕對是快到你會啪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對於兩個都有一點興趣 也想要好好學習滑雪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妨兩個都試試看吧 最後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的話 請一定要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並追蹤我的IG以及粉絲頁 想知道什麼的話 都請留言給我 讓我們一起壯大滑雪運動吧 我們下個學長見 掰掰 會不會太了 喔